将军路线因应其他地区的示威冲突而关站 要求跟站长对话 有人将标语放在票务中心 用胶袋封住闭路电视 多部战机都被毁坏 被人打开破坏内部的零件 还有倒入液体 示威者反复破坏车站设施 一直没有港铁职员阻止 也都不见有警察 禁止市民影响车站和列车运作的 法庭临时禁制令就贴在附近 接近午夜一个已经收工 穿上便服的站长被示威者跟着上车 有人阻碍列车开出 站长被包围 他之后回到月台被示威者推撞 我们不要动手了 回到车厂之后被人推跌 站长被按摩列车被按摩列车 站长被按摩列车 拉斜了一阵之后大批警察赶到 多人被制服 警察之后控制车站 大批人继续在站外和警员对视 之后再有大批军装警察到场增援 曾经向聚集的人发警告 会开枪或者用吹雷弹 之后向车站方向推进 再有人被制服